先来带您看到第57届金钟奖首度将典礼分成节目和戏剧两天举行 昨天节目类先在国父纪念馆展开 主持人Lulu 黄璐紫英在入围八次之后 终于以婚礼歌手和黄子焦一同抱回了综艺节目主持人讲座 而这一届则是由大嘻哈时代和南岛起源同拿三个奖项 并列最大赢家 第57届电视金钟节目类颁奖典礼登场 光亮又美式印象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致敬 本届金钟奖首次将典礼分为节目和戏剧两天举办 艺人Lulu 黄璐紫英再入围八次 终于以婚礼歌手与黄子焦一同抱回综艺节目主持人讲座 今年刚好是我入行第十年 然后我其实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时候 我都觉得离台上很近 但是我很开心 我夹夹实实的花了十年从第一排走到这里 让我只要其实主持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金钟奖最新增设的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 由Akira担任颁奖员 并由综艺完很大夺下 而本届最大赢家则是由大嘻哈时代和南岛起源 同拿三个奖项 并列获奖最多节目 其中大嘻哈时代更打败小S和黄子焦等强敌 夺下压轴的综艺节目奖 谢谢主持人 谢谢所有第一届的六十六位选手 这个舞台是为你们准备了 为你们准备的 然后也谢谢你们成就了这个节目 意志级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由杨贵妹 施命帅 温真凌 林柏红的温侠癌三夺下 评审团表示四个人已接近本色出演的鲜明个性 在节目中分进合集 互相补足 我们要传达的是不只是娱乐 还有就是在社会上不同的价值 跟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 而今年都特别贡献奖 由陈军天 张宗荣获得 本届金钟奖共有一千九百七十六件作品参赛 评审历时三个月讨论 选出两百四十四件作品 角逐四十八个奖项 分为两天颁奖 也让幕后工作人员有被看见的机会 时间运用也更加弹性 记者朱峰之无奇昌 综合报道